我们人经常会身体不舒服 这是因为个人的意识太强 你们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啊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两天怎么这么不舒服啊 哎呦我会生什么病吗 哎呀我会得癌症吗 哎呀我怎么这里不舒服啊 有一个人就是这样 一摸哎呀长了个小疙瘩 其实长个疙瘩 差点肥皂多洗洗澡就没了 一摸哎呦会不会癌症啊 越摸越大 我的妈呀到医生这里去查了 医生马上说切片 啊要看不知道是良心恶性的 要割掉瞎都瞎死了 所以人啊自己的意识 等于把自己的靶子啊 太显化自己了 容易接受到周围别人发出的信息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你们听过收音机 收音机在越强的信号多的地方 你只要有一个声音出来 变得嘖咚咚咚咚 就是你把子不要出来 所以人家说枪打猪头鸟啊 对不对啊 人怕出名 猪怕壮 为什么 猪壮了之后 就干嘛了 太肥了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低调 你状态好 心态好 对不对 身心空的 周围没有办法影响你 这样的话 你如果能够 想经常用自己的状态很好 你就顶住别人 对你说三道四 所以很多人被人家 在社会上说三道四 而自己倒下来 就是这个道理 你看我还没说倒下来 那个人你知道倒下来 所以 自己身体不好的人 记住了啊 如果你们身体不好 很容易受到别人情绪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苹果 有一点点烂的 你放在一个空气很闷热 这个环境很不好的地方 它越烂越快 对不对啊 同样放一个苹果 没有一点烂 你放在这个位置上 它不一定会马上烂掉 对不对啊 所以你已经感觉到 身体不好的人 不要轻易的去跟那些 天天说自己倒霉啊 天天说自己 哎呀我真苦啊 不要去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会受他磁场的影响 磁场 太显化 容易受到干扰 所以话多的人 容易被人家攻击呀 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讲话的人 不容易给人家骂呀 话多的人 很容易被人家骂呀 对不对啊 所以学会 话要少一点啊 有时间多念点经啊 还能陶冶自己的秦朝 今天呢 我给你们讲一点 全方位的知识 好吧 有一种人 他长得武官 长得圆满 很圆满 很圆润 那当然是件好事了 但是有些人呢 虽然脸长得很圆润 但是呢 他做什么事情呢 都不顺利 在相学里面 有一句话叫 上等的人看相 就是说 这个人很会看相的人啊 他不是看武官的 不是看你长大 哎呦 这个人鼻子眼睛 怎么怎么的 不看 他看什么 看你的神韵 你这个人神韵 哎呦 走出来很利润 所以很多人 眼睛虽然很小 但是一出来很亮 然后呢 所以呢 一般的批发字 才看武官的 因为呢 我知道 印度尼西亚呀 马来西亚呀 新加坡 他们都讲究这些 风水呀 命像 实际上台长 这种东西 对我来讲 太 太拿不出手了 太小了 这种东西 我是救人的 你要说要看点风水 命像 这对我来讲 不是小菜一碟的辣 大家听得懂吗 有一种人 他武官长得虽然不是太好 但是他的心灵很美 整天的做善事 他散发出慈悲的 清新的 没有足气 这种人运气就会很好 所以一看 你不管他长得好看 他精神看得出来 所以说 哎呀 你精神很好 一看这个老伯伯 八十岁了 又精神怎么这么好 怎么像六十岁一样 他要讲给你们听 如果你表面上看上去 六十岁像八十岁 实际上你已经 多了二十岁 就是说 你已经耗掉 你的二十岁的生命 如果你今天只有四十岁 但是你看上去 像六十岁的人 你已经二十岁被折手 所以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去换钱 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得 要吃素 念经 心理要保持一种常态 我很开心 一直觉得自己很开心 我们经常去跟那些 很痛苦的人去比 觉得自己很满足了 你就会越来越发喜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为什么你跟有些人在一起 讲话 你会觉得很轻松呢 你有时候跟别人 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 莫名其妙的紧张 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烦躁 实际上 你已经心灵的磁场 受了它的影响 取个简单例子 大家一起吃饭 坐在一起 只要有一个人不讲话 就连板子 你讲笑话 大家都笑不起来 很讨厌的这个人 对不对啊 今天你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每个人都张开手 嘴巴在笑 对不对啊 那个张先生笑得最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嘴巴张的嘛 开心了 学博了 对不对啊 所以学博也是这样 当你学得越来越开心 那么你就是自己最好的法文了 当你学得你觉得不开心了 我不想再学了 那么你已经跟这个法文没有缘分了 就是这样 就是跟人跟人接触一样 是一种气场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被别人一说 就很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因为你自己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磁场 能够遮住它 拉住它 所以意念才会被人家带着走 他想说 很多人没有主意的人 就是心灵磁场不够的人 一听这个人说 哦好好好 可以可以可以 他自己没有主意啊 对不对 所以要 这种人要念什么经呢 常念心经 我现在告诉你们 磁场的增加 靠念经 明白吗 还有次数 男朋友们啊 因为心经呢 是增加比较 智慧磁场 很多人一碰到事情 爸爸 这事情怎么样 没关系的 那你这样去做 那样去做 老板 这个事情怎么办了 没办 没关系 这样做 那样做 他有智慧的磁场 念经啊 常念大悲众 可以增加你心力的磁场 心力是什么 我有力量 我的心中有力量 愿力大的人呢 他的磁场就大 所以很多人说 我一定要 好好修行 我一定要让我孩子 能够考出来 考到一个 考到大学里面去 那你的 愿力越大 你的磁场越大 你孩子不行啊 可以的 你的孩子 没关系 你就一直这样 你让孩子有个信心 你的孩子真的能成功 所以 对人间 很多人什么都害怕 就是心力不强 所以很多人 这个不可以做 这个会上当吗 这个会受骗吗 他会骗我吗 好 心力不强 念大悲众 可以 记住了 心力不强 会成负能量 记住了 多想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事情我可以做 这个事情我应该做的 就叫正能量加持 如果今天觉得我害怕 这个事情不能做 那个事情我害怕 这个事情可能会做错 那你心中充满着负能量 所以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所以经常帮人治病的医生专家 请注意了 实际上 其实没有一个医生和专家 他们身上的慈善是好的 很可怜 因为医生帮助别人 为什么呢 他们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 你想想看 好好的人会去看医生吗 神经病啊 身体很好 在家里开心 做菜做饭 好久没看医生了 去看看医生去 今天去看医生的人 都是医生啊 我的心脏啊 每一天都是活在这种当中 医生一跟你接触 你要怎么样 全是负能量 对不对啊 他的磁场不好啊 所以做医生很可怜 所以病人的磁场 跑到他的身上 他好的磁场呢 就被病人全部拿去了 所以你们懂吧 所以很多时候 我叫你们 不要突然自己带带孩子 不要把孩子 完全交给一个 年纪很大的 自己的爷爷啊奶奶啊 给他领的话 会影响孩子的磁场 这个其实我讲这句话 其实我也是 帮那些爷爷奶奶的解脱了 他们已经明的很烦了 我正好 朋友不要我磁场不好 我心力不够 你们去领吧 所以我们要懂得 好的磁场 被人家会慢慢的吃掉 你想想一个人好磁场 妈妈很开心 孩子天真无险 对不对 无险 妈妈我们到哪里去 去什么 妈妈我们一起很开心 我去 你怎么得想吃 我没有 妈妈我就想过节 让你开心 什么开心啊 你说妈妈开心 哇 哭了 他好好的磁场 就被他妈妈破坏掉 对不对啊 所以你们坐在下面 很多人如果今天听台上讲话 还笑不出来 说明心里有烦恼 笑得出来的人 至少心里现在没烦恼 很多人笑都笑不出来 你想想看 说我这个人 一天烦恼都没有了 我很幸福 你说可能吗 所以能笑出来 这个人心就开了 所以开心开心 把你的心打开了 叫开心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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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